最近我们这边天气变得很厉害 这一头牛有点问题 嘴巴上面有了个眼液 有点感冒了 刚才有朋友问 我们这个架子是干嘛的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像我们这种眷舍散养的 这种牛是很难抓的 因为上面没有笋子 平时的话这些牛根本抓不到它 所以有了 这个东西就方便多了 现在这个牛就把它关到里面了 刚刚那一头牛拼命的挤 关了两头 因为这个牛小 像这样的话就方便多了 我们这一栋栏 全部都是配了这种固定的栏杆 这个牛卡在里面之后 无论你是防御 或者说牛有什么问题 包括我们卖牛的时候 穿鼻圈 直接就卡在这里面 这就方便多了 这样抓牛也相当简单 给它打三两针 像牛到这里面了之后 想怎么动都动不了了 所以一个人抓牛打针防御 包括胃药 所有的事情完全可以到这里面解决 这家伙刚刚还耍赖 刚刚真已经打完了 现在把它放掉 我们每个篮全部都配了这种防御的格弹 这样的话 第一是避免了人员的受伤 再就是减少了牛的应急 因为你毕竟牛一多了之后 你去抓牛 牛会拼命的反抗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